打仗会不会赢 他就对部下讲 我要拜一下 谍告 西洋人都是用那个钱币 一个是人头 一个是文字 或者是图案 一个是人头 一个是负面的 中国人 有自己的问谱的方式 新加坡 很多都是广东来的 福建来的 讲拔杯啊 拔杯啊 福建啊 拔杯啊 新加坡这很多了 是不是 所以新加坡 跟台湾都同样 也是拔杯 那我们问一下上仓 我们这场仗 打得赢打不赢 这个将军很聪明 他就说 如果是正面朝上的 这个将我们尊严 要是反面的 一定输 我的命运 就在老天的手中 然后叫那些 坐下 他的这个 武将底下的 几个长官进来 因此就进入 小庙 祷告一下 然后转身 硬币 掉下来 正面的 整团突然士气高昂 都急着 要去打敌人 恨不得马上 打赢这场硬帐 我们这仗 上仓 允许我们一定打赢 谁也不能 逃出命运的掌握了 打胜帐以后 我们回来 庆祝庆祝一下 去国 打赢了 这个将军 拿出一个钱币 看 两面都是正面的 将军很聪明 在这里有一 我告诉你 在这里 佛弟子 应当知道 华言经这句话 信为道远公的母 掌养一切诸善根 也就是说 你今天你要 跨进 佛门 第一个 要 清清圣善知识 要信心 具足 信心具足 在这里 还要附带 讲一句话 其实 一定要 遵守佛的教化 敬佛 敬法 敬身 要赞叹佛 赞叹法 赞叹身 如果 我们在这个 佛门里面 造口业 让众生 对三宝 失去信心 这个在戒律里面讲 罪是很重的 叫做 断 众生的法身 会命 他本来对佛 有信心 给你这样讲 哎呀 某某法事怎么样怎么样不好 这个道场怎么样怎么样不好 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子不如法 开始 放火 放火 放身 再加上 谜题齐哄 这谜题齐哄 一拳费身啊 摆一拳费银啊 摆钱费身啊 一条狗 看到硬质就叫 一百条狗听到声音就跟着叫 人很盲目的 所以 在台湾啊 在台湾啊 这个媒体 是很爆炸的 对不对 正反两面 但是我从来不受影响 为什么 心如是人制造出来的 你站在你那个角度写 你当然会写的 他 我讨厌这个宗教 他骂了狗血淋头啊 是不是 我支持这个宗教 写的特好听 所以我告诉你 记者本身 有时候 不一定百分之百的客观的 不一定啦 也许他讲的 确实是有根据啦 好 我们不管说他讲的 确实是有根据 或者是一些杜撰出来的 杜撰就是创造出来的 我们为佛的弟子 不可以跟着起哄 这个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 佛弟子 你想想看 全世界最弱的宗教 就是佛教 就是佛教 人口最少的 伊斯兰教 基督教 天主教 他的全世界的人口 都比佛教徒多 佛教徒是几大宗教里面 人口是最少的 那出家在家 还不合作 那佛教怎么兴盛呢 佛教怎么兴盛呢 所以 我们不乐见 八大宗派互相攻击 我们也不乐见 法师互相攻击 我们也不乐见 出家攻击居士 或者居士攻击法师 这个是佛所境界的 因为这些都是犯了 世众过 为了整个佛教的和谐 特别讲出来 说信心很重要 好 这个人如果对三宝有信心 就像这个将军 两面都是正面的 怎么丢 都让这些 底下的这些兵将 有信心 为佛弟子也要这样子 所以我们讲这个典故 重要的 也是要告诉你 一定要这样子做 接下来 另外一个故事 有个军人 像白银禅师 怎么问呢 这是禅师三师 真的有天堂跟地义吗 你禅师 这白银禅师是大彻大悟的 他说拉高嗓子 你做什么的呀 我说我是一名武士 拿武士刀的武士 你是一名武士 白银禅师 白银禅师啊 用青色的眼光 看他 你一向你这副德性 哪一个主人会要你做保镖呢 看你的脸红 倒像流浪汉 像乞丐啊 谁要你这种人啊 我这个武士听得非常的愤怒 剑拔起来就 要准备往白银禅师 砍下去 白银禅师就接着说了 你这把剑也太顿了 砍不下我这个脑袋的 哦 这个武士更生气 这剑拔出来 趋向前 就准备砍下去了 白银禅师就说呀 第一之门 由此打开 你现在这么嗔恨那个脸 那个嗔恨的心 第一之门 现在就打开 就像你现在这样子 打开第一之门 是那一念 暴露厌恨之心 就打开第一之门 第一无门啊 第一无门 一念称心 能打开第一之门 所以在座诸位 一定要听师父的话 学佛 一定要一副好脾气 一副好脾气 为什么呢 我们的出家人 或者是在家居室 脾气如果不好 你去外面的时候 对不对 尤其出家人 就是一下子 在其他的没幸福的人面前 暴怒 或者在家居室 比如说信佛信二十年的 对不对 两个 一个不信佛的在家人 一个是信佛的居室 如果你脾气暴躁 他讲暴怒 那个不信佛的就会跟你讲 你吃素吃了二十年 这种脾气啊 比我不吃素的人更糟糕 谁敢信佛啊 没有人敢信佛 没有人敢信佛 所以为了大家的幸福 要克制一下自己的脾气 这一念称心 会打开地义之门 这位武士听了以后 觉得 哎呀 这白云禅师真了不得 一念一句话就点醒我 因此 这箭就收回来 然后就跟他合掌 跟白云禅师合掌举功 说 哎呀 禅师大禅师 我错了 向你懺悔 白云禅师就说 天堂之门 由此敞开 一念向善 天堂之门由此打开 一念暴怒 称恨 第一之门 由此打开 所以啊 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啊 啊 接下来这个公案 就有一点深啊 哎呀 有一点深啊 哎呀 那么有点深 就是稍微 中文讲 叫做注意一下 哎呀 但是这个不一定 大家听得懂 哎呀 出学佛法可能很难 因为这个禅意很深 哎呀 那么如果说 新加坡的 新加坡的 接下来这个故事 英文叫做 Attention 注意一下啊 注意一下 Attention 好 你们开始讲了 木里禅师啊 他有一个 徒弟 小徒弟 年纪很小 叫做东阳 东方 出来的太阳 叫做东阳 啊 东阳 啊 这东阳 的小徒弟啊 哎 人小 志气很高 今年 十二岁 才十二岁的 个 个小徒弟 沉默的墨 打雷的雷 这个墨的大师啊 有个徒弟 叫做东阳 年十二岁 年十二岁 哎 他看到那个岁数 比他大的 这个师兄啊 每天 呼报很大 早上 也可以进去 参禅 方丈寺里面 求师父开誓 晚上 也可以到方丈寺里面 请师父开誓 而师父 都给他们公案 参 父母 未生前 本来的面目是什么 狗子 有没有佛性啊 念佛的人 是谁呀 用于止息 杂念 我们的妄念 奔驰啊 这十二岁啊 人小 志气大 这小徒弟 东阳 说 师父 我也要参禅啊 我也要参禅啊 师父就跟他讲 哎呀 你才十二岁 对不对 等等以后 你这么小 怎么参呢 你的年纪太小了 才十二岁 嗯 这个小 小孩子啊 人小志气大 那 师父 哎 你不是说吗 有志子是尽全 别小看我们小孩子 小孩子也有自己的坚持 每天啊 就跟他 莫雷传师 要求 也要进去方丈市 请求参禅 开市 师父 你有给我开市一下吗 我也想参禅 哎呀 这个 这个 莫雷大师啊 熬不过 这个小徒弟 哎 到了晚上 参禅的时候啊 这小徒弟 东阳就走到 方丈的门口 敲了一下 裸 坑 哎 恭恭敬敬地 跟上人 磕三个头 然后 进去 哎 在外面磕三个头 进去 非常严肃地 在师父旁边 煞有即事地 坐在旁边 聆听 莫雷大师的开市 哎 莫雷大师 就说 因为这么小 那没关系吧 也许根气 哎 如子可教啊 也许是再来人啊 因此啊 这莫雷传师就说 你 来 听听看啊 注意这个禅宗公安 很深的哦 你要注意听哦 这个莫雷传师 就是 你听到 什么 来 莫雷传师就说 小徒弟啊 听听 你听到什么呀 他说 我听到 师父 两手 配掌的声音 听清楚啊 你听到什么 我听到 我听到 师父 两手 配掌的声音 那师父就说 你听到什么啊 我听到 师父 两手 配掌的声音 好 莫雷传师就说 嗯 好 莫雷传师就把 右手举出来 我现在啊 你好好地掺 我现在这一手 两手有声音啊 我这一只手 你用一只手 提示一下 一只手的声音 莫雷传师就说 两只手 听到什么 我两只手 听到声音 莫雷传师就说 好 现在给我 举示一下 一只手的声音 哦 完了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一只手 没办法出声啊 那一只手怎么掺呢 完了 一只手的声音 我们听过两只手的声音 一辈子都没听过 一只手掺 一只手的声音 完了 这个小徒弟就麻烦大了 才12岁 这个小徒弟啊 居了一个躬 跟师父告假 返回寝室 用心思量这个问题 他从窗口啊 看到人家 在演奏 乐器 乐器 他就叫 我有了 演奏这个乐器 现在乐器很多了 以前的 乐器不一样 西洋的乐器啊 什么钢琴啊 或者是 这些 种种 西洋人 是吹的 喇叭呀 小号 大号的啦 喇叭呀 等等 有西洋的乐器吧 我们东方人 有乐器 也有 古增啊 二胡啊 对不对 都有 乐器不一样 然后他就 有了 第二天早上啊 很高兴 当着他师父啊 师父就说 你有没有机餐啊 他就用 我举一只手 你说 弹吉他 假设说啦 他用几只手 这只手可以发声啊 来 他就演奏 昨天听到 人家在演奏的乐器 那种音音 他的师父就说 不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只手悬空 什么乐器都没有碰 的声音啊 这小兔子 怎么会有这兔子手 怎么可能会出声呢 没声音 也没声音啊 再回去 莫尼禅师就说 你那个不是一只手的声音啊 对不对 你还没参动 回去 这小徒弟啊 心想 那种音乐啊 也许 手弹起来 大概有点打岔 一顺 他就 将他的住处啊 搬到一个比较近的地方 到底一只手 到底为什么会有声音呢 正在思维这个问题 他听到了 滴水下雨 滴水的声音 他说 有了 我去告诉商人 师父 这小徒弟啊 就 心高采来说 师父 我有了 你一只手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啊 然后 这个小徒弟就模仿雨滴的声音 那师父就说 你那个是一只手的声音吗 那个是下雨 你在模仿雨滴的声音啊 这可不是单只手的声音啊 再参 真是没办法 这小徒弟啊 这小徒弟啊 在打坐啊 听听一只手的声音 怎么听都没有声音啊 后来就听到了 在打坐 听到风的声音 他又去向他师父汇报 模仿 那风的声音 师父就说 你那个是模仿风的声音啊 后来 在森林里面 又听到 猫头鹰的声音 猫头鹰的声音 我这只的猫头鹰稍微有点老 他的师父啊 就跟他讲说 你那个是模仿猫头鹰的声音 后来 又模仿 蚕 停在树上的蚕 不晓得新加坡有没有蚕啊 有吗 没有啊 有 那蚕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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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到师父面前了 一连走了十几趟 每次都用不同 模仿不同的声音来应对 都被师父否决掉了 到底一只手是什么声音呢 因此他就不再模仿了 不再模仿 就是心往外攀缘了 什么声音通通不是单手之声 他几乎入定冥想的一年 就是关照冥想参缠的一年 无声之手 但无声之声到底是什么 这一年功夫始终找不出来 再继续参 最后这小徒弟 进入真正的禅定 因为他的心不再模仿 有象的东西 弃入自己的 不生不灭的真如 内心里面 不再因为外境的模仿 叫的声音 而产生能说 所以他就入定 入于真心本如 那种禅定 超越了一切表象的音声 好 最后 大悟 大悟 十几岁 后来他就真正的进入 无声没有声音 至深的境界 这个小徒弟啊 对来 跟上人 禀报 体会到 知手之声 原来是 本来就是无声 但是内心里面可以其妙用 随时内心有声音 内心有声 不离声音 可是内心本至极灭 本至极灭 本至极灭 了一切因缘声 当下就是无声 哦 原来那个声音 就是无声 一只手是无声 两只手还是无声 诸位 万法本至极灭 一只手没有声音 就算言其所幻化出来的 两只手的声音 还是极灭下 还是极灭下 好 诸位 你听不懂 再看这里 再看这里 开不开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Attention 稍微注意一下 有没有声音 没有 声音跑出来 立刻又消失 这就是诸位 有没有声音 没有 有没有声音 没有 声音跑出来 诸位 现在从相的角度 来解读 不声不灭 诸位本空 没有声音 诸位本空 也没有声音 言其 如幻 现这个声音出来 其实是无声 主要 声音的声 跟无声 无 没有声音 还有一种叫做 没有 声 声灭的声 无声 还有一切法 无声 没有声音 也一切法 本来不声不灭的意思 好 从向上来解读 万法都是因言所生的 如幻不实在的 诸法等如续空 等如续空 所以 我们昨天讲的 史蒂芬霍金 他 宇宙大爆炸 的理论 都来自一个支点 来自一个支点 爆炸以后 我们知道 构成宇宙的三大要素 一 物质 二 能量 Energy 三 Space 空间 物质 能量 空间 阿尼斯坦是近代 最了不起的科学家 发现了 Energy等于mc平方 能量等于质量 乘以光速的平方 C就是光速 Energy 就是能量 可以转换成质量 质量 就是能量 能量 就是质量 所以这个宇宙 只有两种状况 一 就是能量 能量的灵结 就是物质 能量的升华 就是宇宙的正面的能量 就能量 跟物质是可以转换的 只能互换的 好 那么这个宇宙当中 只有能量啊 跟空间啊 这就是佛陀所讲的 眼睛看到的 凡所有像 皆是虚妄 我们 也是 宇宙当中 太阳之子 胸存之子 我们这色身 也是颗粒为成 所构成的 好 所以 佛陀讲 菩萨 我像人像 众生像 受指向 佛说 我像人像 众生像 受指向 极非 就是当下 就是空 极非 我像人像 众生像 受指向 世明 我像人像 众生像 受指向 因为要说 方便说 佛说 三千大千世界 极非三千大千世界 世明三千大千世界 现在 这个公式 Formula 可以运用在一切 佛说地球 十无地球 方便说是地球 佛说太阳系 实在是没有太阳系 方便说是太阳系 佛说 银河系 当体极空 实在是没有银河系 方便说是银河系 佛说 超星星系 实在是没有超星星系 方便说有超星星系 一切皆是语言 一切皆是文字 一切皆是生生灭灭的物质 在变化 它空无自信 佛说一切法无我 而众生妄之为我 好 这个就是从向上来解读 不生不灭的道理 或者说法法本来就像虚空 不生不灭 不争不见 只要你看到的都是缘起法 都是缘起法 因人所生的东西就是生灭 因人所生的东西就是无常 因人所生的东西就是空虎自信 他没有真实的自我 那包括我们这个色身 父母所生的也没有真实的自我 除了我们的清净自信 这是从向上切入不生不灭 好 现在从真如的本体 真如的本体 心有两种 一个是真心 本不真 本不灭 本不生 本不减 没有生灭 没有真减 无有来气生灭真减 这是尊如本心 另外一种叫做妄想生灭意识心 这两个是不依不易 不依不易 那尊如的本心妄动 就变成生灭意识心 生灭意识心放下 尊如的本心就显现出来 所以生命意识心是刻 它不是永远的留在 留在我们的真如本心 因为它只是浮现在 真如本心上的一个妄想 而引发的一种错觉 简单讲 生命它是一种错觉 而且是严重的错觉 生命是一种扭曲 严重的扭曲 严重的扭曲 所以斯蒂芬佛金讲了一句话 说也许用我们有限的生命 没有办法探讨无量无边的太空的近段 所以斯蒂芬佛金他讲 万法都是无中生有啊 不实在的东西 只是能量转换成物质 物质高速也可以转换能量 或者是燃烧 只能互换 这是斯蒂芬佛金说 他是科技的英国的天文跟物理 写家 是当今最有情威的 他还讲到黑洞的问题 Black hole 黑洞的问题 好 那么现在我们要了解 他没有答案 他没有答案 也就是说所谓的物质 所有的空间 慢慢的浓缩 浓缩 到达一个指点 巨大的能量的指点 这个时候没有时间 所有的钟表 一到那个 磁场去 时空完全停止 这是斯蒂芬佛金的理论 理论 斯蒂芬佛金说 用我们有限的生命 来探讨无穷无尽的 到底这个宇宙是开放式的 或者是这个宇宙是收缩的 一般的科学家都说 我们这个宇宙是正在扩散 而且正在灭亡 这是科学家跟我们讲的 因为往外太空 可是人类的眼睛能力有限 所以斯蒂芬佛金没有答案 他说 无尽无中生有 他说 我不想挑战宗教的权威 大自然的法则 有自己运作的一套 不需要上帝的指引和开创 我没有挑战的意识 我站在科学家的角度 就讲科学 所以整个宇宙大自然 有自己运作的一套法则 没有上帝 他是斯蒂芬佛金讲的 没有答案 佛有答案 佛有答案 这个人生宇宙怎么来的 注意听 我在人类经讲了一句话 助即有 不助即无 助就是执着 不助就不执着 一切本来就不存在 可是你一执着 以我为定位 这是数学里面讲的 有X轴 有Y轴 有Z轴 S轴 Y轴 跟Z轴 从哪个 从0 从0开始 学过数学的人都知道 三度空间 S轴 Y轴 跟Z轴 是不是 那么 S轴 Y轴 Z轴 从0 从0开始 好 我请问你 0怎么来的 0怎么来的 人类的假设来的 大家的习惯用语来的 0 无中生有来的 0 观念出现来的 0 全世界认同说 那个叫做0 没有东西叫做0 0 1个0 本身就是妄想 我们必须假设一个点 然后再推论出来 可是这个点 并不存在 所以佛陀说 时间跟空间 是妄想的产物 没有时间 时间停止 没有空间 空间 停止 也简单讲 佛陀超越时间跟空间 凡夫没有办法脱离轮回 是因为它有时间跟空间的概念 所以佛陀的 有答案的 住即有不住即无 也就是你内心里面这个住着 但是这个讲的 又很深 这个住着有三种 一 表层意识 叫做能所不断 叫做我执 分别见 二 深层的意识 深层的意识 就是留住生 留住住 留住灭 这个叫做法执 只要动念 他就一定有执着 最后一个 修行快成佛了 还执着万法接控的道理 叫做空直 所以佛法它太难了 第一个 眼睛 看这个境界 你不贪 可以的 你控制得住 晚上睡觉 就跑到迪士尼乐园去吃冰淇淋了 你控制不住的 所以佛陀说 那个讲到这个执着 有表层意识的执着 有深层意识的执着 有最极维系菩萨的生命执着 你可知道佛法呀 是超越一切科学的 出家人不是没有读书的 要先弄清楚这个 你应该了解 住 住着 这个世间 就好像真的有那么一件事情 所以不住着的圣的 他碰到什么事 他就说 没事 没事 这没事 住即有 不住即无 金刚经 里面讲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生什么心 生智慧的心 在座诸位啊 写佛就是要写 解脱 写自在 佛法不需要多 不需要多 你要写佛的大自在 大解脱 能透视一切相的虚伪性 不实在性 你被相 骗得团团转了 你被这个相 骗得团团转了 现在 现在 从相 讲不生不灭 没有 没有声音 声音跑出来 因言所生法 我所及时空 一名为假名 一名中道义 从真如本性来讲 若不起念 万法无咎 我如果不起妄想执着 万法本质一如 所以在座诸位啊 有一个居士啊 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他说师父 我要看了二十几年的经典了 我这一记怎么看都看不懂 他说因为他看了这个注解 他说 众生本来是佛 我们因为现在迷茫了 变众生 他说 我要问很多的 所谓的知识 每一个讲的都不一样 可是我都不满意 他说 要不然你到高雄 问一下惠里法师 他说他经典呢 看过一些 你试试看 try and test 好 那就来了 他说 惠里法师 我真的 这个问题我问了二十几年 他就说 我们本来是否 现在为什么会迷得变众生呢 本来是否 我为什么会迷 我说你这个字啊 讲得太硬了啊 这是主事 方便讲 本来是佛 的意思就是 诸法本来是空 是站在这个角度 你那个 本来那个来啊 要改成啊 直 我们的本质 是佛 就像深山里面的矿 本质是金矿 可是要开采出来 加以琢磨 这个金才能用啊 我们本来有佛性 本质有佛性 可是我们要辛苦修行啊 修行是点滴的功夫 慢慢慢慢 也慢慢慢慢的 才能够开采出 我们本来也有的佛性啊 所以 我们的本质是佛 你不修行 佛显现不出来 所以我们本质是佛 就是要磨练 千锤百念 要磨练 要吃苦 要耐劳 要听经 要文法 要好好的拜餐 餐餐 内观 皮布森 安那不那 后来 他就说 上人 你做好 科长 顶礼上人 一点心梦中人啊 我二十几年的疑惑 我二十几年的疑惑 经过你这一句话 我立刻就顿悟 本知是佛 好 那第一个故事讲完呢 今天呢 就讲讲一些经典 杂瀚经 俊第十三 我先把经典念一遍 杂瀚经俊第十二 宋天竺三藏 丘纳巴托鲁翻译的 此等诸法 先念一遍 此等诸法 法著 法空 法如 法耳 法不离辱 法不易辱 神替真实 不颠倒 如是随顺圆 是明圆生法 而是细断细之 断其根本 如皆多罗素童 以未来是成不生法 是明多文圣地之 以一年法 原生法 如是正知 善见善觉 善修善路 正得大波年盘 好 再安静啊 这段解释一下 此等诸法 就是这些万法 要不再自然 一段时间 是 那么 还是 一段时间 那么 优优独播 一段时间